是 大家好,我是東京走路橋的包伯 有在發布東橋的朋友們應該都知道包伯前一陣子在東京狂派餐廳 發現你們不太熟的翅板站 原來有這麼多知名餐廳可以選擇 有些不錯的景點 那我們這次就來介紹赤板的十家知名美食 以及另外附贈兩個經典 已經去逆東京知名經典或是剛好飯店在赤板的人 一定要參考這部影片喔 赤板這個區域也算是一個知名的辦公區 也有不少有名的飯店 這裡在泡沫時代的時候 羽銀座並列為高級的繁華街 但現在就沒有當時那麼風光以及知名 它也是有不少好吃的餐廳 那我們接下來快速介紹十家餐廳 赤板米斯基 這家燒肉百米店的價位大概落在一萬到一萬五千塊日幣左右 在東京算是中階價位 所以店員會幫你烤肉 你就不用手忙腳亂的邊烤邊跟朋友聊天然後把肉烤焦 這家店幫你挑選最上等且新鮮的肉 吃了絕對不會失望 另外這家店名叫米斯基 米斯基覺得每頭你有只有三公斤的肉 非常的高級 赤板無麻鴨 這家店可以說是以蒜蒜鍋為主的居酒屋 店裡是以天雅的建築方式 就是一整棟的餐廳 總共可以容納150個人 也不會太擠 還滿適合一群人去吃的 料理是以九州料理為主 然後特色是將五味 也就是酸、甜、苦、辣、鹹 呈現在各種不同的菜單上 讓你享受味覺不同程度的刺激 主角洛爾島的黑豚肚肉算算鍋 除了肉質鮮美以外 還用了薄多豚骨的湯底 整個像是豚骨拉麵一樣 The Earl 如果你的飯店沒有提供早餐 那可以來拜訪這家由紐西蘭經營的 好吃三明治 The Earl 這家三明治總共有20幾種菜單可以選擇 分量也很大所以吃完之後絕對可以大滿足 讓你早上營養均衡 而且充滿活力 不知道大家在日本有沒有吃過淡淡麵 其實跟台灣的風味有點不一樣 也是拉麵店常常出現的一種口味 湯底雖然看起來紅紅的 但不會很辣 只會讓舌頭有點麻麻的 但吃起來還滿帶勁的 真的會上癮 再加上有點台灣味的排骨 炸的酥脆酥脆的真的不錯 對 拉麵湯底配白飯也很不賴 我們接下來到飯店裡面吃點稍稍高級的料理 在他餐廳位於東極Capital飯店裡 餐廳看出去的景色非常的漂亮 然後座位也很舒適 這餐廳是以all day dining 的模式經營 而且菜單十分的豐富 各種料理都有 包伯根晚上去吃的時候因為是秋天 所以菜單是以代表秋天的粒子為主的料理 可以感受到料理長 中村只能設計料理的時候的創意跟用心 Satsuki 我們換個飯店到了這裡最知名的飯店 New Otani 來吃吃看裡面一家餐廳Satsuki 當然這個餐廳也是有各種不同的料理可以選擇 但包伯想推薦他的經典菜單 新東京咖哩 價錢賺4000日幣看起來蠻可怕的 但這個咖哩真的很豪華 是以豆漿作為base 然後加了12種不同的中藥製作而成 食物纖維 維他命以及礦物質 對身體不賴的東西一有即有 對 這個餐廳的甜點真的超級無敵好吃 是東京甜點百明店的其中一家 我們直接留在New Otani 這次來吃知名串燒店 伊士廣 於這個飯店裡面的分店 也是百明店 這家店大正10年都創業了 所以有快100年的製作串燒的能力 每天早上達人都會親自挑選新鮮的雞肉 在老木間被長探細心的烤出風味十足的烤雞串 比連鎖店的串燒好吃多了 包伯典燒鳥六本定食 2200日幣 分量剛剛好 可以吃的有飽足感 拿Precious繼為景廳 Fruful 我接下來直接介紹三家西式甜點百明店 吃百的西式甜點不知道為什麼明店這麼多 拿Precious繼為景廳 位於TOKYO GARDEN TELUS裡面 是這三家風景最好的蛋糕店 包伯悠閒的想用草莓蛋糕邊看室外美美的建築 一種自身歐洲的感覺 Fruful Food的聖代 使用契約農家的水果 保證絕對新鮮好吃 另外也有附鹹食 可以在這裡吃個中餐 加個甜點 當作完美的一餐 Libetabet的蛋糕師傅 森田依賴 在法國修行四年 製作蛋糕不但好吃 也非常的fancy 那我們介紹完吃了之後 就來講一下這裡的兩個景點吧 翅板冰川神社 這個神社雖然位於市中心 但非常的綠意盎然 有樹林四百年的大銀杏 還有江戶時代保存完好的預設點 這裡最知名的活動是九月時候所舉辦的冰川祭 有東京最大的祭典之一 每年會吸引很多人來參觀 日之神社 這裡祭祀的江戶三大祭之一的山王祭 跟冰川神社一樣 也是東京石神社之一 雖然無情的戰火將射墊覆之一聚 但重新建立起來的建築還是十分的莊嚴 另外神社後方的鳥居然適合拍照 大家拜訪這個神社的時候可以走去看看 以上就是翅板的介紹囉 如果覺得東英走橋的影片 時常包住到你規劃行程的話 還請加入會員支持我們 今年鮑勃光是吃這些名店 應該就花的超過五十萬台幣 大概已經超過今年東橋的總收入 所以整個赤字 但無論如何也謝謝你看到影片的最後 今年這個世界發生太多突發的狀況 希望明年能夠更好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有個順利的2021年 我是鮑勃 我們下次見 掰掰